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中国小葷香的移植和收割 以前做过一期关于小葷香的育苗 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进去看一看 育畜的小苗已经长出了好几片真叶 由于育苗土的营养不够它们的生长 所以已经开始东倒西歪 所以我决定要尽快给它移植到土地里面 首先挖一个沟 然后适当加一些鸡饭 把小苗取出摆在沟里 并不需要一颗一颗的种 因为它们比较细弱 所以要一个小撮一小撮的放 这样的话它们可以有互相的支撑 然后添上土浇上水 由于我操作失误 所以没有拍到视频 一苗最好要在太阳落山以后 而且也要看第二天并不是非常热 太阳暴晒的时候把它移植 如果第二天太阳特别大 建议把小苗先挡一下 避免太阳光的止射 在移植的初期要记住每天浇水 移植后五六个星期就可以采收了 中国的品种味道更浓郁 包包子和包饺子都非常好吃 北美商店卖的味道略有普通 一把少少的也不能这么好放的吃 收割的时候下面要留两三个芽点 这样它会继续的生长 就是说可以继续的采收 今年由于采收晚了 所以我就没有隔得很低 怕底下的有点老 只要雨水充足它就会疯长 也不招虫子 旁边可以种其他的绿叶青菜 或者是混到一起种 感觉其他的绿叶青菜也没有什么虫子 这个是3月底直接拨到地下的 直接撒到了卧树苗的旁边 没想到它比我育苗移植长得更快更壮 所以小混乡真的没有必要在室内育苗了 由于它不喜欢超过25度以上的高温 建议可以在7月底或者是8月初 在其他植物的周围撒上一些种子 因为有其他植物的保护 所以它不会受太阳的暴晒 它会长得非常的好 家里有煮好的鸡汤 属性我就把饺子变成馄饨了 我提前两个小时就和好了面 醒得到位 所以擀起来也非常的容易 揉好后要盖好防止风干 馅料我就是用水和酱油馅的肉 由于小混香已经有足够的香味道 所以我就没有用花椒水 放了适量的蒜粉和姜粉 将混香洗净切碎 然后倒入肉中 加入适量的橄榄油和香油 根据自己的口味 可以适量再加一些盐 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再切成适当的大小 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加入适当的馅料 和包成自己喜欢的形状 非常的好吃 如果您喜欢也自己冲一点吧 谢谢观看 下一期再见 步步 步步 步 到 步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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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